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电宝已经全充满了 直播呢 哦 给 哦 好谢谢哦 没事 都充满了 哇 看看 这是天山雪莲 今天我们就要出发了 往淹石瓶的方向 什么都没了 菜也没了 水也没了 手指还剩一卷 大锅套小锅 一共三个锅的 三个高压锅 倒垃圾去 装车了,准备出发喽 这个桶本来是用来洗澡 洗头的,现在天太冷了 所以也就用来装菜了 还是挺不错的,挺实用的 这个黑桶呢,就是垃圾桶啊 出发前都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下固定 沾这个壶和这个炉子 开车的时候它就倒不了 外面冷,车里热,有好多水 哇,黑哥,你还有这手艺呢 看咱们黑哥还有另外一项绝活呢 可以啊,黑哥 这两下子可以 可以了,海拔5000多 绝了绝了 哇,一会儿高反了,一会儿高反了 厉害厉害厉害 是个绝活啊 最长能多长时间啊,最长 最高级多20个 20个啊 看起来感觉到不了 我们走了 拜拜 看看翔姐的车能不能整 零下几度 他要是提前预热一下子丁没问题 那肯定的,就现在预展了 牛逼不牛逼 可以啊,class 出发 翔姐这车的烟够大啊 哎妈,着火了吧 是不是着了 你看 oh my god,又堵车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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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到了 艳石屏的检查站了 哎 不用检查 直接走了 慢慢来到109-3202 这是21年 一个河南的小女孩 徒步的小女孩 不幸在这个地方 去世了 当时的原因可能是车翻了 具体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给咱们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送个棒棒糖吧 这还有好多好心人 送的水啊 还有小玩具啊 走了 拜拜 这边是一个109通天河的一个停车区 非常可惜 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女孩 在这里发生了不幸 所以希望大家 出来旅行的朋友们 一定要着多注意安全啊 这个地方还是有人的 但是 具体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车翻了还是怎么回事 哎呀 就这么离世了 太可惜了 走了我们 够脑 快上车吧 看看109这个大波浪路吧 哎呦我的天呀 真是够要命的 离开西藏北大门了 朋友们 再见了西藏 我们现在到了拖拖河镇了 给柴暖加点油 柴油加完了之后 然后这边正好有一个水管子 咱们在这边加点水 我又倒了 哇 这儿的水非常黄啊 这点水有一点上火 这到底是带子黄还是水黄啊 带子挺白的去 来我们回去吧 我去冲这种 好短 不是好短 一样远 摸我一点 这么黄啊 哎呦 明天就是地下室 里头怎么感觉还有东西呢 不知道呀 感觉是泥王里出管的时候没弄好 哎呀四十升水已经打满了 但是问了一下加油站那个小哥 他们说这个水不能喝 这是后边这个工地里的河沟子里的水 我说这个水怎么那么脏呢 我巨脏里头的水 现在要把这水都排出来 哎呀没法喝呀 都是工地里的大河沟子水 刚才我们打那个水啊 是那边工地的雨水 河沟子里的雨水 哎呦 弄了一水箱啊 现在去加油站里边打 他这边的水也不是自来水 是用那种大灌车拉过来的 二百块钱两三吨水吧 这个水也是有点黄的 但是起码比那个好多 那个有杂质 好多杂质 好了 朋友们今天找到露营地了 一个大荒地 看见没有 因为陀陀河这个镇子里的 特别不好找停车场 而且没水 就跟这凑个呆一宿吧 干嘛呢小孩 把咱俩车扎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感觉像是弄粮似的 是不是 这边还有一个破房子 侦查一番去 Oh my god 满地都是地雷 算了 还是不去了 还是 家家衣服吧 太冷了 外面好冷啊 倒点烧点水 烧点水 今天咱外面吃了饭 然后还拿了四瓣蒜 我自己包完呢 没吃完就拿回来了 换鞋 半天还没换鞋呢 拉上帘子 免得让别人偷窥我 虽然这个地方没有人 但是这样会有一点安全感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舒服 哎呦 不想 突然想解决一下 大哈 大哈 多穿点 外面太冷 我不愧是冬天生的孩子 就是喜欢冬天 就是喜欢冷 特别不喜欢热 因为热的地方吧 特别讨厌这种蚊虫 最不喜欢蚊虫多的地方 关大灯 这个也关了 留一个小夜灯 四千克的水袋 好舒服啊 一点都不冷 零下二十度 我都睡过 晚安啦 晚安啦 朋友们 明天见 这种蚊虫多的地方